想說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方式讓張亮寧 有沒有可能在美國更能被看見 就用這樣的一個出發點 在2016我們就拍攝《Guff my show》 那一次很第一場景 專一的時候我就請我爸幫我買一台地獄 Camong的XL1 那時候我爸就很嚴肅的跟我說 家裡沒有很多錢 但是還是願意買給你 你要加油 老子買給你那你得負責 讓我們搭上時光軍回到2004年 2004年一刻 在一個 modernizing Taiwanese社會 年輕人欠了自由 去表現自己的自由 和做得到最好 Lio Liao是一個 你知道我們要把一個影片傳給別人看 不是給一個網子 而是你要打開你的Hotmail 夾帶這個影片檔案 壓到最小 那時候我的標題是寫說 不要傳出去 因為那裡面是關於KID 在橋上裸噴的一個訊息 奇怪的是就過三天 我收到一封不要傳出去的信 結果一點開來看 好像已經被傳了一輪 然後不妙的是就從那天開始 整個新聞媒體全部來播林博生 光光系的一個學生 他竟然脫光光在橋上裸噴 大概這種概念 我們那時候嚴重到還去上2100全民開獎 是的我是李濤的那個節目 可是這段節目怎麼會討論 大學生裸噴被寄過呢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當時有多好的 就是因為拍那個裸噴那個影片 陳藝仁導演 那時候有接到一個TRAWB的案子 就是需要一群年輕人 亂搞一些有的沒的生活態度 還蠻酷的啊 我們就拍了大概七八支吧 就是40秒的影片 然後一拍完以後 TRAWB看完就覺得還蠻好笑的 問我們說要不要做節目 完全沒試過也不會 但我覺得機會來了就抓住 想要試試看 十九歲的人去做一個電視節目 可以做到什麼地步 Circus debuted in 2004 on the music TV station Channel V These four boys from Hualien led by Leo Liao captivated the internet with their funny, off-the-wall videos instantly becoming a viral sensation in 2008 they were offered a record deal parlaying their edgy TV show into a mainstream rock and roll band when their life paths diverged in 2014 the group took a hiatus but these talented entertainers continue to resonate with audiences to this day 我爸媽他們在花蓮開了一個照相館 然後想要退休了 然後我高中讀的是 美功課跟美術班 就是高二的時候 因為一直在做平面的東西 然後做著就覺得有一點想要 玩一些不一樣的 剛好那時候 我哥就買一台DV 因為那時候手機根本沒有要拍影片嘛 所以就有DV就是一個 那個時代可以紀錄影像的一個很新的方式 對我來講非常新鮮吧 所以那時候就會把DV拿到學校 跟同學拍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那時候有一個叫娛樂百分百的什麼 DV大賽 我那時候高二吧 就拍了一個小短片 然後就參加那個比賽 很幸運就 在一群大學生裡面就得了冠軍 然後我就覺得 欸 我是不是天才啊 因為那一次的比賽吧 就覺得 好像 自己 也許可以往導演這個方向去發展 這樣子 專一的時候我就請我爸幫我買一台DV CAMON的XL-1 二手大概七萬塊嘛 那時候我爸就很嚴肅的跟我說 欸家裡沒有很多錢 那個 但是還是願意買給你 你要 你要加油 就是 你得 付這個責啊 就是 老實買給你 但你得負責 然後陳一仁那時候當紀錄片導演 但他一個人不夠嘛 然後 我機器又比他高幾年那時候 然後陳一仁應該也是想要貪圖一個年輕人的肝 就說 欸那你來 我團隊這樣 來當攝影師這樣 然後就一起那時候拍了一些 五月天的紀錄片啊 還有Jordan來台灣 Nike內部的紀錄片 就很感謝那時候陳一仁 讓我 進這個紀錄團隊 瘋狂的年輕人 你要不要接這個案子 我就接下 我就變Circus 後面就開始 有其他的發展 就是包含品牌 或 或是當MV導演 廣告導演 這樣子 想說用一個比較特殊的方式 讓張亮穎 有沒有可能在美國 更能被看見這樣子 就用這樣的一個出發點 然後我就想說 在2016我們就拍攝了 Dust My Show的那次 很低音 他從選秀節目 到後來變成一個天后 一路上他其實都在追求自己的夢想 他想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 在美國發片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我把它拍得漂漂亮亮 外國人會懂東方的美嗎 所以我想說 應該比漂亮跟視覺更重要的是 就是創意 我要怎麼樣拍攝 就是讓大家記得 哇 有一個來自東方的女生 她喜歡唱歌 喜歡跳舞 並且很有趣 我就在想 怎麼找到跟西方市場溝通的一個節點 一個keyboard 不然我們只要我們挑戰一個想法 就是把 名畫變成會動 我的任務是要用五項 讓這首歌被聽見 這才是我要做到的任務 當初怎麼說服歌手 可以被畫了 可能畫第一筆還是第二筆吧 我記得 不到十五分鐘 他連整個走起來 因為他對那個顏料過敏 但我們其實之前也測試過 就是大家 也都還好 但他就過敏了 但他也是堅持 這樣被我們畫了兩天 而且他不是畫一次 他畫了以後 拍完 可能拍一個小時拍完 去洗澡 洗完澡 卸妝完 然後再重畫一次 然後拍完 去洗澡 他就是這樣子 一直洗澡洗了兩天吧 像有一個孟克的吶喊 他完全看不出張亮 那根本可以找一個林妍妍 這跟那個歌手 盡量堅持 可是為什麼 我相信大家也可以 通過腳步看出 就是一個很喜歡音樂的人 收購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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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大家了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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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原來認真做一件事情 然後把它做得完整 也沒有想到 一個作品的壽命 把它也許可以到那麼長 也蠻意外的 當他提到時間 他把這部份的影響 這個拍攝都很緊張 而且他們的計劃和計劃都很緊 Leo付了一個很高的價錢 但他也學到了一個重要的教練 在生活中 愛冒發心愛看清晴 又不老 世上的領導 我就是代表 接下來的工作 一再次 我記得那時候拍完 我還賠了五十萬 就是還是想說 想把它做好 那次玩的是視覺殘留 所以我們現場做了好幾個機關 而且每個都一定要成功 一定要在攝影機出現 視覺殘留的動畫才算數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難 然後要配合走位 然後預算其實挺有限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從 早上一直測試 測試到半夜十二點 然後一條都還沒拍 就一直在走位 走到半夜十二點 然後終於到十二點 開始順了就請歌手來 這次MV算是我第一次挑戰 進到底這件事情的MV 當時聽到這個消息 就覺得很緊張 一拍完 然後我就覺得不滿意 我要再拍第二次 拍第二次還是不滿意 要再拍第三次的時候 就在這個時候 大概在一點左右 就整個林口大跳電 然後想說幹完蛋了 跳電欸 跳電意思就是不可能拍了 因為那時候在拉電車 也來不及 有一種天要滅我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又很焦慮 想說完了 我已經賠了五十萬了 然後我們三點一定要收工 如果三點不收工 我可能會賠更多的錢 然後我就很痛苦 而且都已經最關鍵時候 大家也忙了一整天 在最關鍵時候竟然停電 那時候我已經在找 哪裡比較高可以跳樓 然後開始就是不管是基督教啊 道教啊佛教的人 就開始給我一些法力這樣 基督教在禱告 然後有人就開始 然後哎呦 竟然電就來了欸 然後我們就 後來又拍了兩次這樣子 所以那次是一個非常有驚無險 也是我這輩子最驚險的一次拍攝經驗 因為如果那時候 凌晨三點沒拍完就沒拍完 你可能會賠更多錢 或是我不知道還有哪裡會出 這整件事情是一個非常驚險的 記憶 我覺得 是從那時候我就會開始想 我可能需要再更 還更有把握 不能 拿自己的人生跟客戶的人生 冒這麼大的線啊 自從名畫以後 我就開始希望自己一年 至少可以做一個 對得起自己的事啊 就是一個酷一點的事吧 每一年都很辛苦的尋找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最難的不是案子 而是這個案子它給你的 它可以給你創作空間 我覺得遇到這種案子真的 真的可遇不可求 我給你拿 所以現在每一年還是會盡量讓自己 可以有一個自己很滿意的創作 然後通常這樣的創作 真的能做到的廣度 跟能做成作品被保留的比較久的 我覺得是有關係的 對啊 所以還蠻鼓勵客戶都給這樣的空間 因為這樣是一個雙利民 因為你們拿到好作品 我也拿到一個對得起自己的作品 我認為創意這種東西真的是 你是不小心會撿到的 重點是 你撿到的當下有沒有把它記錄下來 不管它是一個很大的一塊石頭 或是一個很小的碎片 都應該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我的手機 不管是我的文字的筆記本 或是錄音 或是錄影 通常我會看到什麼 就一直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盡量把一個點慢慢擴散 再記錄下來的當下 再擴散擴大一點點 然後讓它留在你的檔案裡面 然後當有一天 有一個好的機會來的時候 那個創意 你可能會 因為那個案子的體質 做一些調配 就像調酒一樣 把適合的元素 東西一起湊 再把它拼成一個完整的東西 那樣的東西可能 會是最好的 因為那些創意 它原本是沒動機想出來的 因為沒動機想出來的創意 它很容易被觀眾去接受 所以那些記錄下來 當有動機的案子進來的時候 你在看怎麼樣讓它對號入座 我覺得那樣的創意 看起來會比較誠懇跟自信一點 一個好的作品 其實導演的創意很重要 但是其他更重要的是天使地利人和 包含工作人員 包含你的業主客戶 他們有沒有那個sense 去買你的想法 當客戶 願意給這些創作人空間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有更好玩的可能性 會被發生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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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